天天相信 这都离七十八次了 要是你们自己去吧 我才不去呢 你没事吧 借我一下 行 我看起来 是利诱完整能丢的人吗 你想干啥 假扮我女朋友 替我巨大相亲 做梦 诶 我干了 我答应你 行行 不是相信吗 你把我带这儿来干嘛 用这个 赶紧把你那一头鸟 我收拾一下 我 我 我 就一个护发素能行的 我平时可是做高级护理的 这是漂流免洗护发素 相信我 这个干发湿发都能用的 你直接抹上就行 快点吧大小姐 有这么厉害 是乳液之地 一抹就推开了 吸收得很快 也不油 是不是很好用 它的微米级结构 能够让发丝迅速吸收营养 秒变柔顺 没想到一个直男还懂这些 好了没 好了 这篇让免洗护发素确实挺好 心宝不粘腻 改天我让老驼子给我拼一箱放假 我送的当然好用啊 你看你现在像模像样的 跟中二妹座案户里差不多 这篇就送给你了 赶紧跟我走吧 诶 周游哥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听说你今天会来这里相亲 我当然得来 我喜欢了你那么久 我肯定不会让你去相亲的 看来不需要我 有人可以帮你了 介绍一下 我女朋友情人 周游 这种初来相亲的女人 肯定是要么没人样 要么哪里有问题 不然也不会还嫁不出去 你跟她在一起 早晚都会分手的 你说话放尊重点 这位小姐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要不是因为你攀上了周游 你连站在这儿 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我唐叔来了 他可是情侍集团的元老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 要不要跟我结婚 唐叔 唐叔 你以为我做主啊 你快把那个女人给我赶走 我就要和周游结婚了 闭嘴 小秦总 你 你是情势集团的小秦总 小秦总怎么会出来相亲啊 相亲不过就是换一种方式相遇 有什么奇怪的吗 只跟只底的相识 才能恰好遇到弑君立敌在一起 相遇的方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遇到那个逗逗 我也能怎么样 特别好 老爷丰富我带小秦总问有一种相亲 没想到你们自己已经先了 不上了 如此甚好啊 你就是和我相亲的人 你套路 不花点套路 怎么能把逃逝相亲的小秦总骗来呢 那个对的人